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的消息 原因就是大概就这两天因为战争的原因 几乎没有人关心美国 没有人关心美国 没有人关心川普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 那川普自己也其实进行了一些竞选演讲 但演讲当中在媒体上几乎就显现不出来 对不起 在他自己的网站当中 他也没有登太多 因为这是一个显然意见的事情 除非川普直接了当去评价战争的本身 那他在战争本身更多的评价的话 会在媒体上有一个有一个曝光点 那否则的话根本都没有 基本上是这样的态度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一天多内容 不到一天吧 有些内容蛮奇怪 因为我们只能说 说不上他的背景 在今天上午 就是最近的中午的时候 推文他大举的去攻击了 叫做什么 罗美尼就是他 就这个人 那为什么攻击他 他没有说明 没有背景 那我愿意把他看成 罗美尼亚 我愿意把他看成是 他竞选中在共和党内部 他们之间的冲突 就是一种 可以把他叫做一种党内的冲突 对于我们新闻的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太多的 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多的新闻价值 因为他这真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 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争持 在我看来是这样 然后他提到民调 川普65% 高于德桑提斯 45 49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川普低了 川普最高的数是65 当时的德桑提斯是9%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 但是从大的数量来讲 没有什么太多改变 川普获得五分之三的 五分之三的优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然后他提到德桑提斯 这个蛮有趣的 在这个谈到德桑提斯 这是今天的 刚才 几点钟他没有 今天上 一大早 他说德桑提斯呢 基本完了 完了一个很大的原因 没有钱了 德桑提斯没钱了 他就全都完了 所以他 他认为 他会很快的自动退出 总统竞选 这是川普做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评价 他说我比他高出57分 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而德桑提斯呢 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他又没有钱 没有钱的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包括一些媒体 都相继抛弃他 黑力在上 黑力的位置 在抢夺 德桑提斯的位置 但并不是说 黑力会对川普提出 巨大的一种压力 或者如何 应该不是 所以他这里面 就直接抨击了 这个德桑提斯 说你 我帮助你 你成为了州长 结果你连声谢谢 你都不说 所以你今天遭到报应 你就活该了 所以他就讲说 哎 哎 这小德子走好啊 祝你好运 所以这就是川普 直接了当的 否定了德桑提斯 存在下 应该说 他已经完全战胜对手 那另外一个他就谈到拜登的这个机密档案问题 拜登的机密档案是在昨天跟前天遭到特别检察官调查 拜登也跟对方的进行了谈判 所以里面后来昨天晚上披露出来消息应该是有这个问题 昨天白宫关门不见人了 可能就跟特别检察官跟拜登要会面有关 非常有可能 但白宫自己没有说 应该是被纽约 对不起 被华盛顿牛报披露出来 连续两天 特别检察官 就是调查了拜登 那这就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很大的故事了 应该这么说 那这个故事所显现出来 代表了今天的美国政府 就是今天的左派势力的背后的掌权者 有可能还是有可能抛弃拜登 那拜登本身呢就感到了一些困境 你让我说给我感觉就困境 他没有什么太多余地 那川普呢就抨击了拜登 说你遭到了就是你遭到了这个质询询问 那你呢把答案随便扔都扔到唐人街去了 扔到唐人街的意思就是被中共都拿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就是你的方式 那追捕你呢也变得很正常 那更特别就是你很多答案是在作为参议院的议员 你拿走的 参议院的议员是没有资格拿走文件 只有总统有资格 总统有豁免 有豁免权 所以这就是川普对这个 对这个拜登的嘲讽 只有我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没有任何人会这么做 所以我认识所有这些背景的人 这是川普自己的描绘 在有关战争的问题上提出来的 这是昨天 这个话说的是昨天深夜 那下面这个就比较去了 就是福布斯 他明确 他说失败的福布斯杂志 竟然是被共产党控制的 他说实在是让我吃惊 可能是福布斯 他没有说来源 因为我们也没有太 我们只关注战争了 没有关注这些 那福布斯的背后的老板 就是透过股票的买卖 可能是被中共国占据 所以你看到的福布斯的故事 他被迫在执行着共产党的意志 等同的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这个成分 那南华早报英文版 同样有这个成分 所以很多所谓的左派媒体 大家看到实际是共产党干的 这里谈到福布斯就这么回事 我实在没想到 福布斯是由共产党 中共政权控制的 难怪他们不尽其办法 写我的坏话 那与纽约的腐败 跟无能的种族主义者 本身詹姆斯合作 所以这是肯定 詹姆斯或写了什么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中被川普知道 那透过福布斯发表的 以及包括福布斯在有关 川普的财务问题就是财政问题上 他的财产问题上 因为福布斯是负责这个 可能福布斯做了某些佐证 提供给詹姆斯 就是纽约州总检察长 用来跟川普打官司 要迫害川普 那这就变成了福布斯间接迫害川普 从我们自己的表面上是可以看了 他说我到今天我才弄明白 感情是这么回事 就是中共透过福布斯的手 然后假借詹姆斯 对川普进行迫害 这川普他隐喻是这个 这是一台中共的宣传机体 被曝光的 他对我在中国更聪明 更强硬 他就讲述自己的 自己态度吧 他们已经付给我付给我们数十亿美元 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 福布斯根本就没有看到 我对中共的强硬和成功 这是指跟中共打的关税 贸易战关税 他说尽管如此 我依然认为习近平主席 不会对他们感到满意的 他们都是坏消息 他们一直在反对美国 并且抓住了干预选举 选举干预 让美国再伟大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把共产党 他把共产党跟习近平分开 这是川普干了事情 对吧 因为很显然 他说福布斯是被共产党控制的 但不是被习主席控制的 那习主席呢 未必对他们满意 你们这么借助来迫害我 这个 就这是最关键的故事 那谈到这故事呢 很多朋友就不喜欢说 不喜欢听到任何说川普的不是 那川普就这么给分割 切割开了 习近平是习近平 共产党是共产党 那操控的很多内容是共产党操控 并不是习近平操控 那这个表述呢 跟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 又是相左的 不一致的 这是肯定不一致的 所以朋友们怎么看 我只能留给 我只能把这东西留给朋友看 你自己看 川普这么说对不对 你要说他一点不对吧 不合适 你要说他全对吧 还是不合适 川普讲这些话的一个基点 就是川普 就是习近平当年 2016年 2017年4月份 在川普当选之后 习近平去海湖庄园 到底向 拜登保证 川普保证了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巨大的迷惑 因为在当时来讲 见习近平之前 川普是极其不耐反 在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川普发射了53颗52颗 战俘式导弹 袭击叙利亚 在吃饭的时候 所以就跟 跟习近平 直接表达了 当时的原因 是跟 朝鲜有关 朝鲜在试核武器 在甚至导弹 所以他是一连串的故事 在里面 那一直到第二天 中午之后 他们两个人在花园里谈判 谈判完了 川普的态度就骤然改变了 一直影响到现在 所以里面有着很大的故事 就是说 习近平有可能讲述了他 跟中共之间的关系 就是 我是我 中共是中共 我现在要去 统治这个社会 那这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能理解 在前两天 他在推特 他在明确表示说 认为习近平很伟大 很聪明 管理14亿人 给管成这样 他太伟大 这是 这是川普自己讲的 所以反过来就是变成了 川普对中国人 完全是一种蔑视的才 他认可 习近平的做法 中共国人 只配共产党管理 利用了共产党去管理中共国人 就带来了国家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 作为老百姓 中国人你听起来 是什么滋味 对不对 而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共产党把中国人洗脑 包括洗了习近平的脑袋 所以这是一个 如果一定评价的话 代表川普相当利益的层面 非常利益的层面 非常真实的一个层面 表达了 表达这个背景 这是我们能够跟大家分享的 川普的 就是从昨天上 昨天下午 到今天那些内容 后面他谈到了有关德州的 德州议员的事情 跟我们有点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